看新聞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五月二十八號的公事首語新聞 捨生賴關心 國內疫情延燒 昨天本土個案再新增了四百零一例 還有兩百六十六例校正回歸 有十三例死亡再創新高 而隨著確診人數升高 醫療量能不堪負荷 指揮中心也公布了新的解隔離條件 無症狀或輕症個案退消至少一天 症狀緩解 距發病日達到十天 可以改為七天居家隔離 而至於醫院隔離治療的個案 還要PCR檢驗結果是陰性 或者是CT值大於等於三十 才能夠改為七天自主健康管理 國內在新增四百零五例確診病例 其中四百零一例本土個案 四例境外移入 另有校正回歸本土個案兩百六十六例 總計新增六百七十一例 而確診個案中新增十三例死亡 死亡的病例數再創新高 累計確診數合計六千七百六十一例 累計死亡人數共有五十九例 這次新增十三期死亡個案中 四十多歲的女性曾接觸確診個案 但無慢性病史 因輕症安置防疫旅館 卻在一週內死亡 隨著確診人數越來越多 醫療量能不堪負荷 指揮中心也公佈最新版的解隔離 條件 其中針對解隔離治療 無症狀或輕症個案 須符合兩項條件 包括退燒至少一天 且症狀緩解 而且距離發病日已達十天 無需採檢解除隔離治療 改為七天居家隔離 至於隔離治療個案 解隔離條件 除了符合以上兩項條件外 還需要進行一次的呼吸道前提 PCR檢測結果為陰性 或CT值大於等於三十 即可解隔離 進行七天的自主管理 由於臺北市萬華區本土病例居高不下 這波疫情的本土個案多半有萬華活動史 陳時中也證實將萬華地區列為高風險族群 助記在健保卡上強調為了保護醫護及民眾健康 中國旅遊史外國旅遊史等等 我們也做了健保助記 指揮中心強調健保卡特別助記 是為了加速轉診 做出更好的判斷與診療 這是防疫非常重要的一環 至於民眾質疑被監視侵害隱私 強調在疫情過後就會依法來註銷 記者 張國良台北報導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昨晚證實首批莫德納疫苗十五萬劑 預計今天下午會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此外 指揮官陳時中也首度談到了 臺灣與輝瑞BNT德國原廠疫苗談判的轉折 他說從去年八月到今年一月 都持續地和德國BNT原廠談判 最後卻因為要公佈採購成功的新聞稿當中 出現了我國兩制 導致疫苗採購生變 指揮中心宣布好消息 首批莫德納十五萬劑疫苗 預計二十八號下午抵臺 這快兩週內檢驗完畢開打 指揮中心表示這批疫苗在通關程序後 會儘快完成檢驗封肩作業 莫德納疫苗和輝瑞BNT疫苗一樣 是一款mRNA疫苗 保護力高達九成以上 莫德納如果存放在負二十度C 可保存六個月 在二到八度C的使用期限 為三十天 陳時中表示 本批疫苗的效期到十一月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莫德納我們的合約 大概是有五百零五萬劑 那接下來還是會陸陸續續的來到 我們大概下個月還是疫苗 還是像我所講的 大概就是會有兩百萬的疫苗 至於外傳郭台銘有意 透過他所創辦的鴻海 以及永林基金會 合資向上海復興購買 德國BNT疫苗 永林基金會執行長 劉宥彤證實 郭台銘認為現在疫苗購買困難 希望為國家爭取更多疫苗 這位官陳時中則首度鬆口 政府過去和德國BNT 原廠的接觸過程 陳時中透露 從去年八月二十號 就開始和原廠談判 其中也有代理商來接觸 十一月十一號與藥廠網路視訊會議 討論技術資料及相關問題 一直到十二月三十一號 由BNT提供合約最終版本 衛福部將這份合約 在今年一月六號報行政院同意 當天即回復藥廠合約的簽名 影像檔案 一月七號雙方就合約上 對新聞報導的限制交換意見 並且提供對方新聞稿 但對方一月八號一開始 同意所有內容 不過四個多小時後 對方又希望將新聞稿上 我國兩字改掉 我方也馬上把兩字改為臺灣 但BNT在一月十五號又發文說 因為要調整疫苗供給時程 因此簽約要延後數週 陳時中覺得問題不在合約內 陳時中表示 如果有人有把握能引進疫苗 那時間真的要快 準備相關資料和政府聯繫 否則完成相關流程後 可能政府目前掌握的三千萬劑疫苗 就已經到貨 記者張志雄 莊志成正偉人 中天方台北報導 來關心各大報的頭條焦點 自由時報的頭條也是 第一批十五萬劑 比德國莫德納疫苗將在今天下午抵達 最快兩週後開打 將優先給第一線醫護人員來接種 而中國時報則是報導 四十一萬劑AZ疫苗昨天開始配送 對於新北分配到的疫苗比高雄還少 新北市長侯友宜建議中央 疫苗分配應該優先給疫情嚴重的雙倍 再來看到的是聯合報 面對經濟衝擊 行政院推動紓困4.0 個人補貼最多三萬元 也比照去年延續每人十萬元上限的 勞工紓困貸款 已經申請者可以再申請 最快六月四號上路 疫情持續升溫衝擊各行業 新院長蘇貞昌二十七號在院會表示 現在要開倉計中 特別預算經費上限調高到六千三百億 送到立法院三十一號通過特別條例 六月四號可以先行發放的就發放 國發會提出的紓困四點零 中低收入戶加碼四千五百元 急難紓困一到三萬元 自營工作者三萬元 農漁民一萬 甲機餘工三萬 導遊領隊及計程車 遊覽車司機等三萬 受到影響產業補貼也從寬認定 按員工人數補貼薪資 每個月兩萬 勞工紓困貸款十萬元延續 可以再讓五十萬名勞工申請 蘇貞昌也在會中才是企業員工薪資的補貼 應該直接以兩萬元做補貼 而省去這種行政作業的時間 可以直接來幫助這個企業 他們有員工的薪資要負擔 那政府來幫一點忙 那這個金額就直接用最高的兩萬塊 全國總工會理事長陳傑表示 去年紓困有設立全年所得 牢頭投保金額雙門檻 才能夠申請 為了避免申請紓困造成群聚 建議中央直接發放疫情勞工 津貼每月一萬元 疫情期間並且免繳勞健保費 疫情發展快速 由於病患人數實在太多 而且重症的比率偏高 臺大醫院院長吳明賢 在臉書上發文求救 說臺大已經超收病人 加護病房快被塞滿 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會協調送往其他的醫院 平常救人的醫院 竟然公開求救 疫情升溫衝擊雙北地區醫療能量 就連臺大醫院也承受不住 臺大院長吳明賢 在臉書上發文表示 醫院需要幫助 他說臺大已經超收病人 但救護車還是一直送來 新的重症患者 就算把兒童家務病房改收成人 還是不夠用 重症專業的醫護人員 沒有辦法迅速訓練出來 如果還沒準備好就上陣 恐怕會有危險 吳明賢希望中央 能在最快的時間定出辦法 所有醫療院所也要誠實互信 同心共同打拼 更重要的是醫院非常緊急 給醫院的資源或是補助 一定要足夠 不能讓一線醫護 沒有資源救護病人 指揮中心回應 臺大和和平醫院 由於和熱區萬華 比較接近 所以救護車會就近送醫 未來會協調 轉送其他醫院 減少臺大醫院的壓力 那在這 我還要講說 那臺大辛苦了 那不過這是抗疫 是大家一起的事情 那我們把後續的分配 把它做得更好 讓大家各個醫學中心 都來承擔 共同的責任來 那這樣對病人是最好的 無明顯的擔憂也發生在另外一個教學醫院榮總 除了新冠肺炎疫情還有其他病人需要緊急治療 除了要政府協助資源分配 臺大醫院院長吳明顯也強調 雙北地區大醫院都面臨重症 加護空間需要調度 救護車床位資訊也應該透明 如此醫院的負荷才能真的降低 記者張雄 莊志成 台北報導 新北疫情嚴峻 昨天是新增了一百七十七例 武漢肺炎本土病例 另外校正回歸一百四十六例 足跡集中在市場 而市長侯友宜向中央喊話 希望校正回歸的速度能夠再加快 否則會造成地方風險 北市政府將土城納入熱區防疫中心 市長侯友宜一早前往視察 同時瞭解菜市場的防疫作為 不斷呼籲市民貫徹低度活動 因為新北市的本土確診人數居高不下 二十七號再新增一百七十七人 校正回歸一百四十六人 累計總確診人數兩千六百零八人 侯友宜從近日調查足跡中發現 有八成都在菜市場 目前高風險熱區共有十一區 板橋中和最為嚴重 侯友宜向中央喊話 希望校正回歸的速度能再加快 新北醫療量能吃緊持續清空病床 目標專責病床一千零四十三床 已經清空了八成五 同時增加專責收治ICU六十七床 要用來搶救重症病患 而這樣的過程 讓侯友宜對病患感到抱歉 新北市疫情升溫 民眾人心惶惶傳出中和某工業區裡面 有一家公司的員工確診 但雇主仍然要求其他員工照常上班 就擔心會成為防疫破口 對此衛生局指出 已經在疫調中 而且匡列的接觸者通知配合隔離 記者顧陳柏玉新北市報導 臺北市同樣是疫情嚴峻 中央配發二點二萬劑疫苗給臺北市 柯文哲表示會提供一萬一千劑給專責醫院 不過只有百分之六十的醫護人員能夠接種 臺灣本土疫情蔓延 臺北市長柯文哲勉力站在前線的醫護人員 也分析疫情 認為病例校正回歸後 感染人數呈現持平 不過北市二十六號快篩 陽訓率為百分之八點七 相較前幾日有些微上升 萬華依舊維持社區感染 疫調已經不可行 應先優先做快篩 針對中央配發北市兩萬兩千劑A-L疫疫苗 柯文哲宣布有一半 一萬一千劑提供給專責醫院 仍無法滿足需求 只有百分之六十的醫護可以接種 各縣市打算自行採購疫苗 總統蔡英文定調由中央統籌 對此柯文哲質疑 為何將國允賭在國產疫苗 呼籲中央說清楚 否則仍會自謀生路 北市持續擴充醫療收支量能 預計下週可收支一千三百人 將來可能確診者在家 或快篩陽性的無症狀的 確診者在家的狀況 會變成常態 那這中間就需要專責 車隊來運送這段回家的過程 針對確診者在家 若無法一人一事 北市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能收住輕症 快篩陽性者 目前已有七家旅館加入 提供一千零十九個房間 至於萬華區公所 經傳多人快篩陽性 黃珊珊表示 所有接觸同仁都已匡列 住進防疫旅館 記者黃珊珊珊台北報導 桃園市昨天新增十八例本土病例 而四例校正回歸 其中林口長庚醫院 有一名護理師確診 初步調查並非是院內感染 而桃園至今已經有兩百八十四例確診 成為雙北之外第三重災區 桃園市長鄭文燦強調 除了持續支援雙北確診者的收治之外 尚未達到熱區的程度 請市民放心 另外來看到台中地區 泰安國小富幼傳播鏈是持續的擴大 昨天新增的十例確診個案 其中三名與這個傳染鏈有關 目前包括了一名 還沒有暗號的幼兒園學生家長在內 泰安富幼的傳播鏈總計有十六個人確診 文綺飛過校園每個角落 唐市環保局從空中進行校園的大清銷 雖然已經在泰安國小富幼的校區 清銷了好幾次 但是掌讀修院二十七號說明 泰安國小富幼的傳播鏈還在擴大中 唐市二十七號新增十個本土確診案例中 有三例和泰安富幼傳播鏈有關 累積至今已經有十六個人確診 其中也包含一名還沒有暗號的幼兒園學生家長 至於源頭是否就是有萬華旅遊史的幼兒園主任 衛生局需要再釐清 而唐市另外一名個案是在南投草屯東方紅食尚會館消費染疫 而中央陸續分配十五萬劑的AZ疫苗 唐市拿到了一萬七千五百劑 但是疫情目前沒有退燒的跡象 就算疫苗全部打完 接種率只有兩趴 盧先生認為緩不積極 如果絕大部分的市民朋友沒有打 但是只有兩趴的人打 換句話說我們非但沒有辦法建構這個防疫網 所有的幾乎所有的市民都是籠罩在病毒當中 盧修院指出中央規定新一波的疫苗 必須由醫護先來接種 但像是警銷或是消防救護 未還 民政人員都還打不到 除了希望採購疫苗的速度可以加快 更應該讓各個縣市自主決定施打的優先順序 藉林健身 彭煥群 臺中報導 彰化昨天新增了十三個本土案例 其中水果商傳播鏈是新增七人 這條傳播鏈已經累計有九十個人確診 至於南投 雲林跟苗栗都新增一例確診個案 苗栗的個案是和朋友在良庭聚會的時候 沒有戴口罩 被接觸者感染 而至於高雄市 則是單日新增了十四例 其中十人是前天確診的按摩師 打牌群聚造成的 而這也是第二度 因為打牌群聚 並且擴及到家族其他的成員染疫 市府宣布 即日起非同住在室內 並非必要社交聚會 像是打麻將 桌遊等一律禁止 高雄左營一社區公園內仍有長輩群聚打牌聊天 而且部分還沒戴口罩 殊不知高雄的打牌群聚染疫已越演越烈 高雄市二十七號單日新增十四例本土病例 除了四例零星且有明確感染源個案 另外十例通通和確診個案 五八八八按摩師打牌群聚有關 六十多歲按摩師是十四號發病 二十三號確診 期間曾多次到賭場打牌 跟他同牌間的牌友已有四人染疫 並接續傳染給家人 包含已公佈按摩師的父親 賭場群聚延伸已有十一例 且其中三人重症 高市府表示該個案已造成次撥感染 預計群聚感染範圍可能在五百人以上 由於這已經是第二期打牌群聚感染案 市府宣布從即日起 室內非必要社交聚會 像是打麻將桌遊一律停止 屏東新增三例其中兩例案六三六一 案六五五二是之前確診個案的家庭群聚感染 另一例則是高雄確診保險員的同事 五月二十一號採檢陰性 但持續出現症狀二採確診 另外臺南有一例校正回歸是臺南之前的確診個案 二三五五及二四二八同住的外籍看護 同樣一採陰性 二十六號出現咳嗽發燒等症狀 二採確診 應該案十八號以匡列居家隔離 後續無匡列對象 家一市則新增兩例本土病例 及一例校正回歸 但三案都有明確的北部 有人接觸史或確診者接觸史 目前已完成疫調及足跡點消毒 記者南部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下令情報機構 對於新冠病毒的起源展開進一步調查 九十天內要提出報告 美國傳染病權威專家佛奇不否認病毒從實驗室外洩 也強調 有很高的可能是在自然界所產生的 新冠病毒已經帶走全球將近三百五十萬條人命 針對病毒的起源 美國總統拜登二十六號表示 他已經下令情報機構積極展開調查 並且要在九十天內向他提出報告 拜登還說 他在三月就任總統後不久就下令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則成情報機構 準備一份關於疫情起源的分析報告 包括病毒是來自受感染的動物接觸 還是來自實驗室事故 拜登本月稍早接獲報告 並要求進一步追蹤調查 目前美國情報機關 已對兩種可能的情況達成共識 但尚未得出最終結論 至於美國傳染病學專家佛奇 26號則在聯邦參議院的一場聽證會 受到共和黨參議員尖銳的提問 除了病毒起源 參議員也質疑世衛組織受北京當局操控 已是中國政府的囊中物 對於WHO是否為完全獨立的機構 佛奇則強調從他和世衛秘書長 譚德塞的互動 可以相信他是一個高度誠信的人 公視新聞鄭偉人編譯 關心天氣 今天白天仍然是雲亮偏少 高溫炎熱的天氣 畫面上可以看到 南投臺南還有高雄是橙色燈號 有三十八度高溫出現的機率 嘉義 雲林跟屏東也有連續出現 三十六度高溫的機率 而由於封面逐漸靠近 午後降雨的範圍會比昨天廣 晚上開始西半部出現局部短暫震雨或雷雨 而東北部則是持續有降雨的機會 接著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首語新聞 我是牛軒文 下週一同一時間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